今天我们来做果蔬农药建议GN-3188与GN-3189处理肉的一个实验 那我们普通食用肉呢 现在的肉基本上里面还有大量的瘦肉精激素 那我们怎么看到这个呢 我们肉也是看不到的 那我们现在通过一个实验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果蔬农药建议 是否能够把肉中的瘦肉精以及生长激素处理出来 那么现在我们就市场所能买的肉 那我们放到杯里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现在开机 我们定时20分钟 开机之后呢 陆区的开始就有气泡冒出 那可以看一下 还一个特写可以看一下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已经冒出大量的一个 这是一个是气泡 一个表面有一层粘稠的一种脂肪的物质 那这种物质是什么呢 这种物质就是我们常说的瘦肉精激素 以及生长激素 那因为在现在饲养猪的一个过程中 大量喂养这种东西 以至于它的一个成效会比较快 那我们看一下短短几分钟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那我们每天大量食入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种物质 那这种东西我们可以看 它一个种非常非常粘稠的一种物质 那我们现在这种物质吃多了之后 现在为什么老年人很多心脑血管疾病 以及一些血液浓稠 都是这种物质造成的 因为这种物质吃入人体内呢 它会造成我们的血液的一种 可以看到这种物质如果一旦 进入到我们血液中之后 那必定会打出我们血液变得非常非常粘稠 那我们这一点有一个就是我们用这个处理好的 然后我们为了方便的提前打出了一些受入菌激素 我们处理后 然后现在就是说把它晾干 那我们放到一个这一个玻璃棒上 那我们用打火器现在去点燃它 看那是一个什么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到我点燃这么长时间 它是一点都不够燃烧的 那我现在去闻一下 有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种刺鼻的化学物质的味道 那这种物质是什么 如果我们说的所谓的是这是脂肪的话 很多朋友说这是不是打出来的是脂肪 那如果这是脂肪的话 我想大家都知道脂肪是一种易燃物 所以说我在点燃的时候 可以在点燃 大家可以看到 在点燃的过程中应该是非常容易燃烧的 那我在把这个东西提取之后 为什么不够燃烧 说明这是一种化学物质 它是一种不燃物 所以说这种物一旦吃我们身体之内 它也是不被消化的 而且中年在我们体内累积 那达到一定的过程中 为什么现在老年人这样的病 那样的病 就是这种物质造成的 那单单不是这种单单物质 我们的周围的环境 以及这个社会的环境 造成我们必定是这些食物 所以说每天如果用我们的果蔬机 还有我们的欧三解毒机 去处理一下我们的蔬菜 以及处理一下我们的肉类的话 那我们会得到一个身体健康的 一个得到一个健康的身体 好我希望各位大家能够 有一个好的身体 有一个好的体魄 好今天实验到此 好 거� 我去找你了 我去找你了